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那咱们今天第二天回顾一下读现的知识 咱们读现怎么打开的这个知识的一个大门的 首先咱们讲了啥东西啊 很放了 是吧 是不是咱总这个4SBS结构讲起的 对不对啊 那这3SBS是个啥玩意儿啊 就是这个客户端和服务器的这种交互模型 对不对 那这个客户端指的谁啊 客户端就是咱们的client 服务器呢就是咱们的server 对不对 是不是 client server 那之后呢咱们又给大家说了 还有个BSBS是什么呀 BS是这个browser对不对 是不是咱们浏览器的这一种啊 对不对 是客户端的一种是浏览器对吧 是不是 那咱们平时呢 基本上咱们大部分人用的都是谁啊 是不是客户端啊 你不管用手机还是用你电脑的浏览器 实际上他们都从属于客户端 是不是 你都是要从别人的拿数据的 是不是 那但是呢 后来咱们说咱们现在发生了一个改变 咱们这周开始要学什么了 啊 是不是要学服务器的开发呀 服务器开发咱们怎么给大家说的呀 那咱们可能需要用一些什么 是不是web框架呀 对不对 web后端框架 那这个web后端其实也有很多种语言的实现 那咱们用的是Python的 对不对 除了Python还有啥呀 对比较出名的 或者说沉淀比较久的Java PHP 还有什么 谁家家用的还其实比较少的 最新的 Go 对吧 另外或者是Node.js 对吧 那大家要学的话 我个人建议啊 学Python 第一块 如果说你下一个方向你学啥 Go 学Go 要不就学C 知道吧 要不往底层学 要不就学新的 你别学Java去 知道吧 这Java他已经培训行业 很多有十多年的光景了 你怎么去和那堆 培训完十多年的人去竞争啊 你竞争不过的 你直接学新的 他也不会 你也不会 顶多他经验比你多点 但是你用功点 你可能很快能超过他 知道吧 你要想 有的时候是吧 你应该想明白 怎么能快速的超越别人 是吧 就大家都不会的时候 你就有机会超过他了 如果他 他已经会了十多年了 你说你在想快速超过他 那是不是非常费劲啊 对不对 这事情得想明白啊 啊 那web后段这块 咱们给大家说了一下 那咱们这几周主讲的是谁啊 是不是江沟和弗拉斯哥 是不是啊 那这个江沟咱们还不知道是个啥玩意儿 对吧 是不是啊 那之后咱们又开始讲啥了 啊 知道这些东西了 对不对 知道这些东西 现在咱们怎么讲的呀 怎么引申 怎么进来的呀 对 咱们说在讲之前咱们应该先讲一下这个MVC 对不对 那MVC是个啥玩意儿 啊 首先呢 它是一种软体架构风格 对不对 就软件的一种架构风格 是不是 那既然说了 它是风格 它就不是固定的 就像那个马列毛凳一样 每个人理解完了 他可能干什么 他都是不一样的 知道吧 那这些东西呢 咱们说了 它是一种风格 不是标准 对不对 那他干了什么呢 他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什么呢 他做了什么呀 是不是 将数据操作业务处理 还有什么 界面展示 进行了什么 进行了拆分 对不对 是不是 给它拆分为多个模块 去做这一件事情 是不是 那这会儿你说 为什么要拆分呀 就体现了 它的一个核心思想 对不对 核心思想是什么呀 是不是 结恶核呀 大家有的人管 叫结恶核 或者说那送我核 对吧 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啊 你说我要保证 一种送我核的关系 对不对 你一定要知道 比如说 他跟你只要说什么 把这偶核解开了 松开了 对吧 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知道吧 再之后呢 那之后咱们说了 你这MVC 这样一理解OK了 但是你这MVC 为啥叫MVC 这三字母啊 对不对 那咱们说了 实际上呢 它是我们这个核心思想 这个单词的一个什么 是不是简写啊 对不对 那ModelViewController 那什么是Model啊 Model是干啥的呀 啊 首先呢 这单词翻译为模型 对不对 那它主要干什么 是不是 封装核数据的一些什么 封装数据的这个交互操作呀 那数据操作无非也就是CRUD呗 对不对 是不是 那就是增判改查呗 是不是 CREATE Retrie Update Delete 是不是 增判改查 那这里面就是封装的是我们数据相关的操作 接下来VIO呢 VIO什么呀 试图 对吧 那试图是用来干什么呢 啊 是用来将什么数据呈现给用户的 对不对 呈现给用户的 再接下来Ctrl这呢 Ctrl这啥意思啊 首先它是一个控制器 对不对 那控制器主要做什么呀 啊 那这块呢 它有两个功能 第一块呢 是接收用户的一个输入 第二块是干什么 啊 是用来协调谁呀 是不是 模型和VIO的一个关系啊 并对他们这个数据进行一些筛选操作 是不是 对不对 是不是 那这一块是不是就我们的一个MVC的一个简样的一个介绍啊 对不对 这样子咱们就有那些图对不对 MVC的一套流程 咱们说了MVC它不是定死的 是一种思想对不对 但是在我们监管里面它有一套流程 流程是怎么来的 啊 MVC的调用战是怎么调用的 啊 首先呢 是咱们的控制器 接收用户请求吧 用户的一些操作 接收到之后呢 啊 控制接收到之后 它干什么呀 是不是 调用 模型 调用模型啊 对不对 那头模型里面什么 获取数据啊 获取数据 获取完数据呢 是不是 返回到咱们这个控制器中 然后控制器干什么 控制器将数据 是不是 展示到咱们的视图中啊 是不是 你想这也不就是咱们这套流程吗 是不是 没那么复杂 但是咱们说了 建议呢 它是干什么 它里面用的不是MVC 它用的是啥玩意儿 叫MTV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那咱们说这MTV又是个啥呀 你搞这么多新概念 是不是 MTV是个啥呀 它本质上就是MVC 对吧 它只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变更了一个名字呀 对不对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变种 对吧 计划 其实MVC这块 如果大家以后有兴趣研究的话 还有很多 MVC完了 还有MVP 还有MVVM 咱们用的VOE就是MVM的 知道吧 就它里面不经常出现VMVM model吗 它那个VM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啊 其实都是变种出来的 对吧 你先把这MVC给它整熟了 后面呢 你想再变种 其实很简单 你认为它们那些变 就是都是围着这C 把这C又给它改进了就而已 知道吧 那这东西 那这MTV 那这东西都是啥呀 M的还是model 那这个T呢 Template 再之后呢 这个V什么呀 VIO4 这块一定要记住 叫VIO4 是吧 叫视图函数 是不是 咱们先不说了吗 对不对 当然你写VIO也行 但是为了区分卡 你给它加个S 对吧 那这model是个啥玩意儿啊 还是原来的模型 对不对 同MVC 中的model 就不再写了 再接下来Template是啥呀 它是模板 对不对 模板 其实呢 它本身没有VIO的功能强大 在咱们这个里面 它是什么角色 是不是 只是一个 是不是 HTML 对不对 是不是 那它充当的是什么角色 充当的是MVC中的VIO的角色 对不对 是不是用来做这个数据展示的 再之后呢 那这VIO是叫什么呀 视图函数 对不对 那它是干什么呢 啊 相当于MVC中的 是吧 Ctrl 对不对 它相当于我们MVC中的这个什么 控制器 那它也是用来接受这些请求 然后呢协调我们这个模板和模型的一个关系的 是不是 对不对 那这一块是不是就咱们昨天做的一些铺垫啊 铺垫完了 咱们开始干什么 啊 是不是 来了一个兼顾的一个简介啊 对不对 那兼顾这是啥玩意啊 啊 它是一个基于Python的重量级外部框架 那于2005年是不是开源的 最开始是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做新闻站点的 是不是 那这东西为什么叫重量级框架呢 啥叫重量级 以后咱们经常会听到轻量级重量级 对吧 那为什么会有重量级这个意思呢 是它很沉吗 啊 它体重特别大 是吗 不是 那啥叫重量级 什么是程序中的重量级啊 啊 就是啊 替开发者想的太多了 他帮开发者做了很多的选择 知道吧 他给你集成了很多的功能 想了太多的事情 对吧 然后呢 帮开发者做了很多的选择 那这个做了很多选择意味着什么呀 是不是内置了很多的功能啊 对不对 因为他把咱们想的多嘛 如果他不把你想 比如说弄个车 你这车有俩轮子能走得了呗 是不是 他就不用帮你去说 哎 你还需要一个什么 需要一个传动装饰 是吧 然后你需要省点力气给你加个电瓶 对吧 他就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他就干什么 他可能就俩轮子 这就属于轻量级了 然后想让他变成重量级 OK 那你给他加上各种变速器 是吧 各种是吧 比如说风阻呀 对吧 或者说什么流线型啊 再接着助力呀 这些东西 他都给你想到了 全都把你装上了 那这种就属于重量级 知道吧 那再之后呢 咱们这个讲过 怎么做的 咱们使用的版本是哪一个 1.1.x 不一定1.7 知道吧 你只要它后面是存在的 都是OK的 知道吧 没有太大的区别 为什么使用1.1 而不使用2.1 2.0呢 啊 这个是一个RTS版本 对不对 是一个什么 长期支持版本 Long Term Support 是吧 是长期支持 长期支持版本 知道吧 我们使用的是长期支持版本 以后再学 你学哪个 啊 你说以后我迭代了 对不对 我不可能用 一直干什么 用1.9 对不对 再学就学谁啊 是吧 2.2啊 这个RTS的 对不对 现在这2.2还没出呢 在明年 一季度之后 是吧 那再之后呢 那我们就说了 我们要去干什么 是不是去啊 创建一个这个建构项目啊 是不是 哈喽建构啊 打哈喽的 第一遍 咱是不是要先安装 那个建构 对不对 你是搞了这么多 你需要安装 但这块呢 还要跟大家说一下 虚拟环境 你们还记着呢吗 啊 虚拟环境 是吧 咱们使用的都是虚拟环境 来做这些事情啊 那虚拟环境这块呢 就简单的进行一点点嘛 对吧 我发现同学也有同学忘了 想创建一个虚拟环境 怎么办 Make virtualEAV 对吧 其实和Make第二一样 后面就是 virtualEAV嘛 是不是 那这个东西 你给它起个名字 只剩一下 拍次入镜 是不是就完了 那如果不想用了 可以退出来 deactivate它 是不是 想再进去呢 我靠 对不对 那你如果想删除一个虚拟环境 怎么办 RM 微车EAV啊 是不是 那这个就是我们虚拟环境的一些操作 RM嘛 后面还是那些东西 是不是 这后呢 那我们就说了 我们要使用谁啊 是不是安装那个 相关 咱们装呀 啊 是吧 PIP install啊 Instagram 那这样的是直接转 我们说如果我们想指定版本 怎么办 啊 是不是要给它加上等等啊 再来这后呢 那我们说了 装的时候都太慢了 吧 是不是可以给它指定原呀 当然呢 我们可以写配置文件 给它整体都换了 对吧 然后呢 也可以直接使用参数去指定它 对吧 哪个员都行啊 只要国内的员一般来说都不会很慢 是不是 你要是国外的员相对来说是不是就慢一些了 对不对 那这会我们的建构装好了 装好之后你说要干啥 是不是创建项目 怎么创建 怎么创建 创建项目很简单 那就是 将冬的命 对不对 将冬的命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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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 XX 是不是 那这个manager是干什么的 啊 是用来管理我们整个工程的 以后我们的命令 在我们这个项目中的命令 基本都是通过谁啊 通过manager来调用的 知道吧 管理 整个项目的文件 以后的命令 基本都通过他来调用 再之后呢 这XXX里面有什么呀 都啥的呀 啊 有一个干干inita 这inita咱们说了 它是一个初始化文件 或者说呢 是咱们一个包的一个标识 对不对 那这个它有什么 什么好处啊 就是优先调用 对不对 再之后 除了它还有谁啊 Sightings Sightings是啥呀 是不是 项目的一个配置文件呀 以后项目有全局的配置 都会在这里面去配置 是吧 项目全局配置文件 再接下来呢 URS 这个默认它是什么呀 是不是 跟路由啊 对不对 咱们说了咱们这个 MTV中的吧 在监控里面 MTV以外 它还有一个路由器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跟路由 对不对 还有吗 哪有test 胡蠢 WSJ 对不对 WSJ什么呀 是不是外部网关服务端口啊 这次又来干什么呢 用在以后 用在以后部署的 前期用不到 是不是 那再接下来 我们的项目创好了 接下来你可以干什么 是不是启动项目啊 对不对 启动项目 因为咱们 昨天在写的时候 把APP直接创了 但是咱们根本没有调用任何APP 是不是 启动项目怎么启动 啊 Python Manager Run Server 那直接转Sever 默认 这个东西它是个啥玩意儿啊 啊 是不是 使用开发者服务器启动项目啊 那默认会运行在哪呢 会运行在本机的 八千端口上 对不对 然后你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反问了 是不是 但这个指令咱们说了 它还可以添加参数 那添加什么参数啊 是不是 IP加端口啊 或者说呢 只加端口 它也是OK的 对不对 是不是 这能看出来啥意思吧 这中块代表什么 是可写可不写 对不对 是不是 那咱们可以直接给它加个端口 然后也可以加上IP 那这IP在写的时候 是本机的IP 这里面呢 要说一个特殊的 就是谁啊 0.0.0.0 0.0.0代表谁啊 代表本机所有IP 就是任何 我这个电脑上面的所有IP都能访问 然后我allowedhost写形成之后 你们就可以都访问我的IP 就可以访问到我这网站了 是不是 对不对 再接下来咱们又做啥了呀 啊 咱是不创建一个应用啊 这书法更新了不好用的 创建一个应用 也就是application 对吧 所以说咱们给它起名字 叫APP 是不是 之后怎么创建一个应用啊 啊 pysmanager.py start APP 之后呢 你起个名字 是不是 那之后呢 这个创完了之后 这个结构好像还是干什么 有点麻烦的 对不对 app结构啊 这里面都有啥玩意儿的啊 啊 第一块呢 还有一个引进塔 是一个包的标识 对不对 除了这个引进塔 还有别的吗 先先熟的 vios 对不对 vios是什么呀 是不是咱们mtv里面那块的 对不对 那这是谁啊 试图函数 对不对 再之后呢 models 模型 对吧 还有别的吗 啊 这里面呢 有什么admin 对吧 这咱们说是用来干什么的 是不用做后材管理的 但是我们看这里面实际上是没有代码的 对吧 是不是 那除了那面还有别的吗 apps 这那是什么呀 是我们这个应用的一个配置 对不对 还有吗 还有什么test 这啥呀 这啥呀 说以后如果咱们有兴趣写单元测试的话会在这里面写 对不对 还有吗 没了 template 除了这两个我记得还带一个叫migrations这个东西 这样一个文件夹 对不对 然后这个里面它有啥呢 这里面默认只有一个init 这个是什么呢 这目录也一定要记住啊 它是迁移目录 迁移目录 就说咱们昨天在连数据库的时候 咱是不是说了一个东西 说把咱们这个模型映射到库里面 不用创模型再去创库 对不对 而是创完模型直接通过迁移的一种手段 将我们的模型就变到数据库里面了 是不是 对不对 还是计划